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皇子来到日本 经过了历代繁衍 逐渐形成了勤势十足 成为日本几千年来的一支名额望族 但在幕府时代 因为家族中的一位长老犯错而被处罚 导致全族的人都改姓羽田 而之所以改姓羽田 是因为日语中 秦亨羽田的发音与意思都比较接近 此外 这位羽田手下还经常到中国来寻祖 不仅两次访问徐府的故里 并且每年至少四次往返于中日两地 还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更是喜爱穿一身中山庄 交流这二三十套中山庄 在日本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是这样打门的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